女生有很多不知道 但是男生很在意的事情 男生其实特别在意 在众人面前丢面这些事情 男生有的如果觉得 这个问题是你跟我之前的问题 我们可以私下去请去的 那你举例 我有几次让你觉得 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你有无数次的 就是我们俩吵个架时间 然后你就在那边说 你都能道歉 然后我就只能道歉 然后起边就想 为什么 我就是因为故意的 所有男生都觉得 自己对电器啊 什么这类的东西特别懂 如果你想讽刺他的话 不要说他胖或丑 就说他懂 或设计不行 或者是什么 男性打得更好 对 假如你的男朋友 特别喜欢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不要去讽刺他 那你也觉得 你开始不行 这个是什么 我不挺起 他会觉得 他会给你看一看 男生对女生的眼皮 是不是很赞 你第一眼会看脸 嗯 我觉得是的 其实棚里呢 只要是人类不性别的 对于眼神这件事 当然都是好看的 都可以看 那我这怎么看着你 因为我的颜值很高的 我颜值很高的 男生会吃 女朋友的男微蜜的醋 有一类的男生 当然占有欲是非常强的 不光是男闺蜜 哪怕是你男同事 男时候也要有很多会吃 你讲经理男生 稍微有一点 调清色彩的打个招 hello 你想不就知道 我可以无所谓 但是打个招 你能不能说 我也终于有机会了 第一个男生比较男的男生 就像女生比较会见表 是一样的 好吧 反正我今天算是一边讨论一边 知道了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点 所以关于女生 不知道男生到底在意的哪些事情 你还有什么新的量的话 就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ane 2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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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3 27 29